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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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低压变得比较北边了 各地区在西半部地区 就会比较有下雨的可能性了 星期四星期五可以看到下雨的区块 明显的减少了主要集中在 山区的部分 这就表示就在山区的部分 由于在太平洋高压笼罩的情况下 母后雷震雨的情况就没这么的普遍 但是下午的时候在山区部分 还是有可能会长出对流的情况出现 偶尔这些山区长出的对流 飘到平地的时候 也会造成在山区附近的平地局部地区 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出现了 温度的部分的话 明天的温度各地上来讲 由于云浪偏多的情况下 各地的温度就没这么高了 大约在32到33度左右 最后给您一点叮咛跟整理 星期三之前水气量是偏多的 云浪也是偏多的 而且在不稳定的情况下 午后就容易会有对流发展期待 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形 建议您星期三之前都要记得 携带雨具出门会比较保险一点 而由于太平洋高压略微的增强 到了星期四星期五之后 天气也会转为比较晴朗一点 但是到时候温度上面 就会感觉比较炎热了 建议您要多补充水分 记得注重防晒 以上就是今天的VED360 让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